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我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 然后我很认真的去做 这叫做价值 而在进入神对我生命的命定的过程里面 其实不是一帆风顺的 每个人都会有高山低谷 好像我们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亚伯拉罕所经历的 在他的生命当中 他知道进入埃及恐怕会出事 可是他还是心存侥幸的 一步步往那里走 而进到埃及里面 所发生的情况 跟他原来所预测的一模一样 就是这样 把情况搞得一团糟 其实我在想 那个接下去的那段日子 亚伯拉罕一定很难过 因为他心里想说 其实我早知道会这样 为什么我还是一步步走成这样呢 我为什么当时不 不踩一个刹车呢 我为什么不停下来呢 可是当他觉得 早知道我当初那个早知道 我真的觉得人活在世上 早知道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因为说早知道的时候 常常都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太晚了 就是太晚了 可是很感恩的是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主 接下来是上帝介入 上帝介入这整件事情 上帝介入 亚伯拉罕没有踩刹车 可是你知道吗 上帝把他从那个 已经都要出世 甚至已经出世的情况之下 把他拉出来 我每次读到这里 法老吩咐人 把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 并他所有的都送走 为什么会送走 因为上帝介入 上帝介入这件事 每次读到这里 我都有很深的一个感恩 回头看我自己的人生里面 绝对不知道有多少次 我就是这样 明明知道 明明知道那里有一个洞 我还是一步步往那里走 然后终于就真的掉下去了 然后掉下去的时候 很后悔 可是已经掉下来了 可是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 真的常常就是上帝伸手 把我拉出来 把我从那个洞里面拉出来 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也曾经经历过这些 我们一起来感恩 如果你现在正掉在一个深坑里面 试试看 呼求它 让它成为你的帮助 人常常都是在 掉到洞里里面以后 才呼求神 但是谢谢主 即便如此 他仍然垂听你 垂听我的祷告 我还是说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是我感觉这两天 主在对你的心说话 回应主说 我在这里 请你帮助我 奉主的名祝福你 他伸手把你 救拔出来 他介入你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